卢卡库有多怂 放着一米九的身体 却偏偏跟对方玩脚下 以至于曼联老大哥一步都看不下去了 说他是个软蛋 小平头啤酒肚 职业边封卢卡库 乍一看国民买了一个前方 仔细一抽 卢卡库真的把自己当做内马尔了 明明能靠大身体生吃后卫 可卢卡库非要一个爆汤比速度 更让球迷大跌眼镜的是 曼联时期的卢卡库常常连球都听不稳 世界杯淘汰在 比利时中锋多次空门不进 更是让球迷忍无可忍 自那以后 卢卡库和老塔罗这对一高一快组合 成为了整个欧洲族群的笑话 本赛季 效力国民的卢卡库 更是只打进了两立进球 这无疑是在挑战国民管理层的耐心 各位觉得 这样的卢卡库到底最适合哪支球队呢